食藥署他们所邀请的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在医药学界的一个翘楚 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学术背景 跟他们的道德良心来做最后的判断跟把关 但是我还是呼吁一下国民党的党团 千万不要为了黑国产疫苗而随便饮用乱七八糟 连我们也不晓得如何解读的数据 从去年疫情爆发 然后还没有疫苗的阶段 到现在说国际的疫苗纷纷进来台湾 国产的疫苗也终于开始可以接种 但是国民党他们不跟着政府一起当阻挡病毒的门神 但是他们选择那是要当台湾疫情控制的温神 这一点让我们非常遗憾 那从有疫苗开始我们看国民党 他们看到疫苗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跟国内的 他们见一只黑一只选择性的打击 破坏台湾国人的接种意愿 然后又制造台湾疫苗不足的恐慌 只锁定中国可以控制的BNT疫苗 那现在国产的疫苗 在相同的审查标准之下 他们却只针对特定的厂商做攻击 而且从一个违法取得的科学的文件上面 然后做恶意的曲解的解释 然后要让国人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不足 然后造成后面施打上面的困难 这都是国民党他们做选择性的攻击的时候 然后对疫情控制没有帮助 然后让台湾陷入一个国人恐慌的状态 所以他用选择性的打击疫苗的这个做法 不但不科学 而且对台湾的防疫没有帮助 有关食药署是否为门神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民进党党团已经多次讲过了 不管是国产疫苗或者是国际上来的疫苗 食药署当然是帮全体国民做把关的部分 不管是不是食药署内部有任何资料流出去 但是我们还是呼吁一下 国民党的党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然后从中误解跟扭曲 因为食药署他们所邀请的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在医药学界的一个翘楚 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学术背景 跟他们的道德良心来做最后的判断跟把关 那同样的道理 食药署在最后的品质 到底良与不良之间 他们都对外公开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民进党的党团还是一样 我们不会不够够够够 我们还是尊重食药署 他们最后再帮任何疫苗的最后把关 来尊重他们 然后他们能够为台湾人民的健康 做最后的把关 这样子才能够上市 才能够打在我们国人的身上 那所以我们再呼吁一下 千万不要为了黑国产疫苗而随便引用 乱七八糟 连我们也不晓得如何解读的数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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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